郭德纲嘴上不吃亏,这个人人都知道,像当年,一句哪个太监说的,也把台下大笑,后来,离贺标打人事剑州,郭德纲一副键盘,风生水起。 再后来,曹云金作文一出,郭德纲月亮几日,常文回队,然后一切安好。 郭德纲行文,其实多年来一直有着强烈的攻击性,甚至可以说,在互联网时代,要说起骂战,郭德纲应该是祖师爷,即便是年少轻狂的韩寒,也早早的扔下韩翻篇后,投身影视,专心赚钱。 那是郭德纲,这些年,一直嫉恶如愁,该骂就骂,一点不委屈自己。 而朱读文字作品中,因为力挺小沈阳,郭德纲和宋祖的产生了一场骂战,而郭德纲写的这篇《人在江湖》,简直是白话文骂人的是饭文本。 通篇引经据点,行云流水,一阳顿挫,看得人神清气爽,大家共欣赏。 3月28日,青岛专场演出《五千人的现场》,无一空坐,山崩地裂,热情空前,青岛父老董相声,爱相声,让人感动,主办方蓬勃隐瞒,皆大欢喜。 唯独青岛部分媒体信口词黄,无言嘴报,令人遗憾,后得知,是某些没错条件未得逞。 随造妖污蔑,文言感慨,只能用被尽阴的语气表达我的心情。 世上有没见过面的朋友,没有没见过面的冤家,仅此一次,以后改了,好吗? 乖,我疼你们,力挺小选羊,热爱欲专家口角,有人捧,有人恨,窃吃者有知,眼红者有知,其实,大可不必。 我挺小选羊,是一人间的义气,乱一人成名,无非一命二月三风水,四季因公武读书,步步血泪,生生言叹。 带情至封顶,有高出不胜寒了,成名后,一大三大,名气大了,开销大是非大烦恼大,岂能尽如人意。 但求无可于心,义人的苦恼,是万人无法想象的。 您看到的是舞台上的花团锦簇,景片后的凄凉又有何人知晓呢? 我尊敬那些在自己领域,钻研的专家教授,那是真正的学者,为国为民,用血汗做学问,这些位是我心中的圣人。 我痛喝的是那些披着教授,老甲的假专家,正人一点没有,嫌白比谁都强,踢广夫们,抛拳护坟,骂笼子,眷哑巴,调戏老太太,打小孩,一天到晚跟浪风抽得刺的。 看谁哄骂谁,老憋着跟人家奔赵,人家一怀嘴。 他还半小兴,跟自己肉气,假模假式的装流氓,真流氓我都不怕,何况你这模仿秀呢? 读圣贤书,做人意识,您真不懂吗? 百歌哭除,乌鸦反不占其人,封剑花不采钱耳裙,陆剑林之不代名其重,占其意,梁高贵族,马不欺慕占其理,蜘蛛罗尔儿时,楼里塞学碧水占其志。 鸡飞小日不明,燕飞冷质不致占其信,都做到教授了,连人意理智信都不懂,还需要说相声的来普及,不丢人吗? 看起来,专家无情教授无意啊,那位老说别人泡沫文化的教授,您换换说法行吗? 但谁说谁泡沫文化,您得出新作品呢,按春暖的标准也得一年一个新的。 您这度五年了,还更新步,呵呵,德宝尔未尊,力小而任重,此万货之原也。 口口声声是学者,一天到晚在演艺圈里腻着,人前犯三俗,被窝看毛片,又想当教授,又想立牌棒。 长虫让葫芦,假虫龙屁猪,估计这些位也确实没正式干,哭着喊着不炒作,可谁哄往谁跟前凑合。 这种心态,比结账后的嫖客空虚,比收工后的小姐寂寞,比年假里的鸡头孤单,我都想给教授点小费了。 拜托,不要再用牙齿严格一人了,我们都穿上铁裤衩了,小心嘴,去吧,干点正事吧,灾区重建,台湾回归,迎婚儿童,急不缺水。 这些大事您快去研究吧,教授回头经不换,可千万别说这些与你无关。 可真您就跟书相上唱二人传的饭能奶更辣,在宋宁们几句话共勉,趁机出报,婚丫早上,买一个不在红尘里闹,路遥遥,水迢迢,利明人上长安道,今日少年明日老,山依旧,人不见了,可笑可笑。 他打多时,拿出一张祖德老师的照片,仔细端详着,一个学者,一个专家,一个真正的教授,一个得以伤心的圣人。 群绒巨排高框,顶千里地磅礴于天下,窗外,早春的冷热挂在天上,星星在颤抖,又偷望一眼祖德,真的令人仍长寸断,由于彷徨悲伤,剪不断,离还乱,我端向着祖德的脸。 那是一张摩擦细数极大的脸,使我身临其境地体会到那个久远的年代,整张脸及喜新,一看就是喝了汤尿,真的奇怪,人脸怎能长得如此标致? 气看竟然极像骨盆,造物主太神奇了,那一双眼睛,甚至有神,如栗子,地朝上,与膀胱相切,肩朝下,前面贴纸骨联合,后面一直长,英语叫prostate祖德的嘴,好爽通达,大笑时能直接看到裤衩上的花纹,那两个大牙,更是抢夺天空,我常天真的想,要是秦祖德的后厨开起大桶翻起, 那该和其壮观,就这张脸,气死画将,难死木将,鲁班来了都得哭,四面掉线,寻不出一个嘎而来,祖德对工作太忘我了,要注意身体,你不属于自己,你的身体属于所有招式司机,另外,出门时,一定要陪带避雷针,防患于未然,真有一天,被雷拼后,又被遮压烂,用勺子往盆里咬食, 肢体时,我们会难过的,请允许我赞美祖德,啊,祖德,你是一个奇才,一个伟人,有人背后议论你,他们说你,娘娘公报一兔爷,没人呀,电灯不亮炒菜不香,不是好油,吃铁丝尿大筐,必电线杆子都挂下水,高亮的种荞麦, 早种,蛤蜂羊子跟着甲鱼转,装王八孙子,黄埔江翻船,浪催道,山羊群里跑经巴,狗日的野发种,不,不,我不要听了,怎么能容忍他们这么说祖德呢? 祖德为中国的历史发展,做了多大的贡献,祖德的舍己为人,你们不知道吗?祖德的离去,明朝才有了正和,祖德的离去,清朝才有了安德海,才有了李莲英, 让我们赞美祖德吧,让我们吃饭时,都先把第一杯酒泼给祖德,祖德,给我们托梦吧,相比较祖德,他的弟弟信答就有些不妥了,你没有照顾好祖德吗? 我知道你习惯性长颜,把变桃鲜拉出去了,但你的心还在吗?你为什么拿祖德开玩笑?江苏靖江插送文化公司的刘总亲口说, 那看见你在成人用品店买香蕉制品往头上打,说个话装舞会,你演送祖德,你什么意思吗? 我很气愤,要为祖德打抱不平,今天不把你骂出律师来,算你没吃过韭菜,他妈转长虫又脱身个王吧? 三北没眼没的玩意,说话也不利落,老哥含着狗粮似的,一个花椒木,一个眼的判官,瞎鬼,木鱼盖帮子, 挨敲的祸,癞蛤蟆插毛,你算飞机还算走兽,却屁股看天,有眼无珠,不怕你摇紧,我真有大棒吹 说句实在话,为了你,操不尽的心,还有你大爷,紫月的,为祖德,与信达,为南洋也,也送几句话共勉,杀金江湖百万兵,了解宝静血带兴 白犬不许英雄汉,月东有字叫丁周,有朋友纳闷,子二人一姓宋一姓刘,为何亲兄弟? 各位不知,这里有一位英雄母亲,其母上手广,姚母子,长子宋祖德,四子刘信达,三子庞晓阳,四子萧雀,五子夏二,广东扫黄吧? 曾为这位英雄母亲赠一扁,横横出众,呵呵,今天太快乐了,看有人还嘴吗? 我很期待,此文过后,风平浪静 而这篇文章,可以当笑话毒,可以背下来嫌白,更可以用来骂人,简直是经典奇闻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